成立25年的俄福聯盟 常年致力於保護兒童運動 2016年更邀請 一直有好媽媽形象的陶金瑩 來擔任愛心大使 就是要宣傳教育孩子 要用溫柔理智取代打罵 陶子姐現場分享了 許多跟兒女溝通的方式 只是在理智的人 也總有心情不好的時候吧 那如果是快要斷現在一刻怎麼辦 你是不是要自己轉身 沒有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大人也是人 所以不用 好像一定要演得很完美 忍耐這樣 但是你有時候真的忍不 像我有時候就在很忙的時候 小孩會一直說我可不可以吃糖 他就趁你最忙的時候 我可以吃糖嗎 趁聚人入 我的數學不會怎麼辦 然後我真的要炸掉的時候 我也會轉過來 所以他很嚴厲的說 你沒有看到我現在在忙嗎 五分鐘後再過來 然後他就會愣住 但我不會打他 但是我要告訴他 我也是人 我以為自己的時間 你要尊重我這五分鐘 然後他就會先讓他 然後五分鐘後我過去 我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媽 剛剛真的在忙 你一定要一直錄 我也會不高興 就是因為他都聽得懂話了 所以這也是教育 你也不用過分地說 阿姨好媽 阿姨媽媽 跟幹什麼 幹什麼 我覺得讓他知道 別人也有你要尊重的事 對 了解 有時候我如果 我老公突然大聲 然後如果突然就是 很兇的時候 我就會踏他的腳 捏他大腿一下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但是我不會在 小孩的當場去反駁他 說欸你幹嘛那麼大聲 就是本來小孩吵架 變夫妻吵架這樣 就是私底下我會說 爸爸你剛剛其實可以 不要這麼大聲等等 那如果小孩 私底下有跟我 抱怨一下說 喔爸爸剛剛那樣罵 真的是很兇欸 他為什麼要那麼兇 我也會私底下再繞過去 跟我老公說 欸你剛剛小孩 有一點抱怨喔或什麼 然後他就說 喔真的嗎 就是就是變成 我們都要是彼此就是 讓家人更緊密的在一起 而不是說 就說我們來分國分派 然後地壘分明 你看他那樣很討厭對不對 我們下次不要跟他玩 我覺得大家都是一家人 就是互相幫忙 然後彼此都有 然後忍不住的時候 所以就是互相體諒 桃子姐面對家庭問題的 處理方式 果真很值得學習 據是說到老公的禮人 近期接下 才是大型外景實境節目 也讓他忍不住在臉書大喊 老公體力都被消耗光了 他每次錄回來都跟我說很累 然後聲音沙啞是一個 再來走路都有一點 掰咖掰咖的 然後回來就倒頭大碎 而無視於我穿著性感內衣 躺在他旁邊 一直扭來扭去 那我就很想知道 到底是誰用光他鼓勵的 到底是花花還是瑪莉 結果是納豆 對 就是其實我覺得現在 台灣像這樣的節目 也是滿多的 然後我覺得很難得 可以看到這麼多藝人 一起在一個節目 而且是拼命 那真的叫拼命 收效歸收效 但看得出這家人的好感情 婚姻的活動本身 只有用更多的愛 拒絕使用肢體跟言語暴力 才能讓孩子在心裡 生理都健康的環境下 更好的成長囉 完全樂增情 張育園採訪報導